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据康有为的自编脸谱的记载 1898年戊戌变法时期 康有为曾经约见了日本驻外公使石叶文雄 那么这两个人谈的啥呢 自编脸谱是这么说的 史与日本史石叶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吉祥 结果说这两个傻逼在房间里讨论满清跟日本怎么合并成一个国家 两个人他那还很投入好像明天青日两国就要合并了 康有为牛逼 当时的行部主是洪汝冲更牛逼 这个人给光绪皇帝上了一道奏则提出 为日本者所倾如过中国 臣得与之联合借毙心法自我贤差 洪汝冲认为日本跟满清情善 如果能够和日本结为一国 把日本的人才吸引到满清 那么满清一定能够抵抗西方人 所以这个洪汝冲还跟康有为合计 要不要把日本刚现任的首相 伊藤伯文请来当满清的政府顾问 不过呢 伊藤伯文很直接的回答 你们玩吧 我不玩 伊藤伯文不愧是做首相的 头脑还是挺清醒的 据李提摩泰在华回忆录的记载 策划完清日合并之后 康有为一帮人觉得还不过瘾 想拿上更多的国家 这一年 康有为邀请了英国传教士李提摩泰 从上海来到北京 那么这个英国老想给满清政府提出什么样的奇葩建议呢 李提摩泰连夜写了新政策一文向光绪皇帝提 由于满人和汉人都不懂现代文明 所以满清应该将外交铁路借款报纸 教育这些部门的权力交由西方人掌管 李提摩泰刚写完这篇文 当时的遇事杨生秀也给光绪皇帝上了一份奏则里面说 称由服愿我皇上早定大计故节英美日三国 勿嫌何邦之民之不美 称天下苍生之福以 杨生秀的意思就是说 为了天下苍生应该把满清英国美国日本四个国家合并成个超级大国 就像葫芦娃合体一样 这脑洞真是 我算是明白了为啥自己要镇压戊戌变法的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 康有为一帮人当然是脑子有病了 但是在满清末年 现代民族主义还会深入人心 无论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没觉得合并有啥不可以说的 只是光绪皇帝怎么想呢 就值得猜测了 如果大家有什么历史小问题 欢迎散播公众号二维码或者搜索历史老师888 进入历史老师公众号 不想做好学生的就请关注历史老师吧 我们下期再见